飘移,停车,熄火,一气合成 都被满躲过警察的追捕 却没有躲过车祸 因为车祸是车友人安排好的 给都被满车钥匙的也是他 他要帮都被满寻找丢失的记忆 都被满昏迷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车友人算账 卢泰南被拘留 他可不想在这种地方待太久 让龙文九想办法尽快把他弄出去 卢华英将军不会来看他 那样会影响将军的声誉 卢泰南非常失望 声誉比儿子还重要 现在他要被移交检放 面对记者的询问 他丝毫不予理会 甚至还想对记者大打出手 结果被警方拦下 在军队见到车友人 都被满毫毫不客气的逼动车友人 账问他为什么要害自己 车友人大非所问 看到都被满没事他就放心了 他知道都被满有很多疑惑 想等都被满冷静下来再说 都被满却想立马知道答案 车友人还是没告诉他 他在等待都被满想起一切 都被满疑惑 难道他丢失了记忆吗 随后 他在车友人办公室一同乱翻 上级已经调查到江河俊的一些资料 这时都被满接到龙文九电话 明天卢太南就会出狱 让他牵着狗去迎接 现在这么多问题缠绕着他 最先要解决的是卢太南的兵役问题 不过车友人也要解决 一日都被满牵着狗 迎接卢太南出狱 原以为卢太南会怪罪他那天逃跑 没想到卢太南有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如果当时都被满被捕 就没有办法帮他解除兵役 都被满一愣 心中想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但嘴上还是附和卢太南 龙文九实在是无语至极 卢华英将军今天没来 因为要参加同学聚会 要不是将军四处奔波 卢太南恐怕现在还在里面 卢太南却认为母亲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才会救他出来 他现在偷偷的是抚兵役 根据兵役法规定 他们可以以发生不得已的事情为由 延迟入伍 然后按照都被满铺好的路子 就可以免除兵役 龙文九打击到 卢太南犯罪证据凿 很难避免遁监狱 目前不过是将军申请保释 卢太南才能暂时出狱 如果要躲避遁监狱 唯一的方法就是进入军队 都被满却不这样认为 就算把案件移交军检 也不一定能躲过刑法 龙文九提醒他 别忘了卢华英可是将军 如果下判局的审判长 以至于军事法庭所有军人 都是卢华英将军的人 那审判将会是另一种结果 也就是说 卢太南进入军队 等等都是卢华英的人 因此卢太南就可以避免入狱 卢华英参加同学聚会 有人竟然小看他是女人 卢华英不干了 趁着同学上厕所的功夫 他追到男厕所 一招制服对方 如果想在军队上活下去 就对他低头 再敢乱说话 他不会再像今天一样客气 都被满看了商机交给他的U盘 里面是江河俊的一段采访 江河俊曾在美国出事 是IM公司的车号哲会长救了他 并给他投资公司 他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车号哲会长 都被满想起江河俊和车友人的谈话 确认了车号哲是车友人的父亲 随后 他把车友人喊到审学室 起初以为是车友人为试娜发声 才会绑架黄毛并公开视频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车友人真正的目标是卢太南 卢太南先害车号哲 血漏军事机密 操纵古事 把IM据为己有 甚至杀害车号哲 并伪装成事故 车友人是要向卢太南复仇 当时身为检察官的龙文九 也是他的复仇对象 所以才会监听自己 原来车友人送给都被满的手表 里面有监听设备 现在他不明白的是 车友人为什么要当军检 虽然他已经有所猜想 但还是要车友人说出来 没错 IM的始祖其实是卢花英 但车友人为何要拉他参与两人的恩怨 这就需要都被满来找答案了 反正车友人说的话他也不信 看着父母车祸现场的照片 都被满若有所思 他带着照片来到车祸现场 难道他真的遗忘了什么 为调查清楚真相 都被满询问姑姑 有没有父母车祸的搜查资料 因为不是姑姑的管辖范围 所以姑姑手中没有 但姑姑后来也找过 可警察那边压根就没有资料 后来案件转给军队 虽然不记得是哪个军队 但姑姑有负责案件的搜查官名片 寻找名片时 都被满发现了父母和车号哲的合影 想起父母发生车祸时 车号哲曾给父母打过电话 随后他根据名片 找到负责案件的联合长 联合长只询问都被满对车祸记得多少 都被满只记得发生事故 车辆翻车 恢复一时后追在医院 联合长难难自语 原来你什么都不记得 都被满疑惑 来到车祸不是意外 联合长觉得记不得事故 也许对都被满是件好事 说完便离开了 都被满非常疑惑 他不记得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车友人来看世纳 当时龙文九威胁世纳后 世纳人无可忍 所以把视频交给了车友人 车友人明白 龙文九不会用那种方式威胁人 他是在刺激世纳 利用世纳公开视频 然后逮捕卢太南 卢太南会在卢华英所在的40团入伍 他担心入伍后公司该怎么办 卢华英觉得 他要是在乎公司 就更应该入伍 因视频一事 公司股价下跌 如果卢太南入伍 公司会走向稳定 卢太南能坐上会长位置 仅仅因为他是卢华英的儿子 威胁到公司利益的人 不管是谁 都要从公司出去 车友人猜测的没错 视频被爆确实是龙文九的杰作 不过是受了卢华英的指示 卢华英就是要让视频报告 然后把卢太南送进军队 在卢太南去军队的这段时间 M暂时由龙文九负责 想起这些 龙文九露出得意的笑容 随后他找上都被满 向都被满炫耀此事 都被满选择背叛他 就要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 都被满毫不在意 和龙文九断了所有联系 他反而非常轻松 龙文九召开记者发布会 有人怀疑卢太南逃避审判 才会选择入伍 实则不是 卢太南早在一个月前 就收到入伍通知 为旅行兵役义务 在协调入伍时间 从今天起 卢太南将辞去M会长一职 准备入伍 服兵一是每个韩国南公民的义务 他们不能拖到审判后再去旅行 卢太南入伍后 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不得不佩服 这些富二代真是会玩 利用入伍来逃避审判 龙文九暂时接管M 但不管是龙文九还是卢太南 都只是替卢华英坐在那个位置 卢华英不会离开军队 M积攒的钱财 只是他用来在军队站稳脚跟的武器 帮助车友人的不止江河俊 还有身在军中的连科长 连科长告诉车友人 都被买来找过他 打听父母的车祸 但都被买不记得最重要的部分了 连科长想把一切告诉都被买 却遭到车友人拒绝 这些需要都被买自己想起 等他做好接受真相的准备 会再次找上连科长 那时就是他们复仇的开始 龙太南真把部队当自己家了 就拿一些关于狗的东西 龙文九告诉他 那些东西都无法带入部队 入伍后 他身上的所有东西 都会被打包送回 狗狗也不会和他一起入伍 训练营没有担钱 都是集体生活 听到集体生活四字 龙太南想死的心都有 这天既是都被买退伍的日子 又是龙太南入伍的日子 都被买穿好军装 向卢华英市长报告 卢华英看到他就来切 甚至觉得他没有资格 接受自己的敬礼 于是出手遏制都被买 像都被买这种 为了几个臭钱 就决定中间人的检察官 是大汗民国的耻辱 都被买愤怒了 他挡住卢华英的手 从走出这里那一刻开始 他就不是军人 也不再是卢华英的部下 看着卢华英的断指 都被买好像想起了什么 他失魂落魄的离开 另一边的卢太南 没有亲人相送 只有陪伴他的狗狗来送他 他眼含泪水和狗道别 一直以来 他也只有狗狗这一个家人 一个月后 卢太南的军事审判开庭 不等双方发言 庭审大门突然打开 是已经退伍的都被买到来 他再次披上法炮 来到庭审现场 惊呆了众人 他的记忆恢复了一些 父母发生车祸后 有人去过现场 确认过父母的死亡 他记得那个断指 以及被军帽支柱的那张脸 正是卢化英将军 车友人看着回归的都被满 他知道都被满想起来了 都被满在心中承诺 回到车友人最忠诚的猎犬 然而的复仇之路正式开启 军检察官多报曼犬第四集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